它有很多种的化现 你看那个四倍观音 在西藏 它就化为四倍观音 四个手倍 那么两个手呢 是拿着摩尼珠 摩尼珠就是如意 如意宝 可以变化无穷的 一只手呢 它是拿着念珠 一只手是拿着 持着莲花 持着莲花 那它有四倍 所以称为四倍观音 那么它的咒语 就是オマニペミホ 那你还有化为 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 那就更崇高了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有千只手千只眼 我们人如果有千手千眼 那就方便得多了 这个世尊写文章 不用那么辛苦 一千只手一起写的话 一开始写就一千个字了 那不得了了 千手千眼 千只眼睛啊 你看到哪里 哪里都看得到 这个手掌心当中有眼的 那么利度母跟白度母 也是观世音菩萨发现的 观世音菩萨慈悲众生的时候啊 就留下了两滴眼泪 那一滴眼泪就化为利度母 一滴眼泪就化为白度母 那么利度母大家都知道的 那么白度母 他本身的那个 这个 他就又叫做七眼佛母 七眼佛母 他有七个眼睛 这个 眉心有一个眼睛 那个两个手上有两个眼睛 两个脚下有两个眼睛 那就是五个眼睛啊 另外还有 我们正常的两个眼睛 就是七眼 我们称为七眼佛母 你看到那个 那个 像里面有 有七眼的 那就是白度母 他是主长寿 长寿跟智慧的 白度母是主长寿 跟智慧 另外还有 这个 吉祥的 还有很多的这个 有白度母 另外还有 白衣观音 还有白衣观音 那个还有十一面观音 为什么称为十一面观音呢 其实十一面观音也称为佛 千手千眼观音 是音菩萨 也等于是佛 因为等于是说 在佛本身来 在菩萨本身来讲 有十地 十地 那么十一面观音 他就有十一 十一个头 他有十一个面孔 十一个面孔 就是叫做十一面观音 十一面观音 立起来的话 就代表十一地 十一地 菩萨有十地 那么 十一面就代表十一地 那么 第十地 就叫等觉 第十一地 第十一地 就叫妙觉 那既然到妙觉 就等于是佛了 所以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等于是佛 那十一面观音 也等于是佛 另外还有准题观音 准题菩萨 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他有十八只手 十八只手 准题菩萨 他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马头明王 天人丈夫 都属于观世音菩萨 还有宜兰观音 宜兰观音 师面观音 很多的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可见他的救度众生 闻生救苦 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救苦救难 以前那个很多越南人 这个南越 坐船出来的 他们都是念观世音菩萨出来 一面念观世音菩萨 一面坐这个难民船 在海上漂流 漂流出来 他们都认为是观世音菩萨救他们 他们都是念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可以讲在佛教界里面 他是第一大菩萨 一极棒 最大的菩萨 我们可以称他是第一名的菩萨 那么很多人也修观音的本尊 观世音菩萨的本尊 也很多人修四倍观音的焉供 四倍观音的焉供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无数 大慈大悲 我以前 我以前宋战的时候 常常念 有两个战记 我记得 那个普门瓶里面 就是这样子念 我以前宋战的时候 我以前宋战的时候 我是这样子唱 这个 时尊阿妙相忌 我坚重闻悲 佛祖阿佛应远 命违观世 以前唱的记 这是以前我学唱记的时候 我就念的 佛祖妙相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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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祖阿佛应远 命违观世 我是就这样子唱的 观世音菩萨很有名的 他真的是一极棒的观世音 Scoying的观世音 我们晓得在密教里面的利度母 白度母 都是非常有名望的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很多人祈求 都是求观世音菩萨 当然 姚思金母养正真经里面也有提到 跟普度收缘真经里面都有提到观世音菩萨 他们那时候称为 慈行道人 慈行道人 观世音菩萨有一个名称叫慈行道人 那台湾有很多士 叫做朱胖西 台湾话叫朱胖西 就慈行士 又叫慈行大士 都是观世音菩萨 所谓朱胖西 慈行大士 都称为 都叫做观世音菩萨 很伟大的大菩萨 以他为本尊来修行 他会 你会得到吉祥如意 而且修行也会有成就 我们常常念 十方观世音一切诸菩萨 他能够解掉所有的业障